玩过俄罗斯方块的我们 知道高分取决于每个角度、形状的排列 而一张居家平配图的规划 也随着空间变小而大幅提升设计难度 但若想在现实生活中一举数得 则需要来自专业设计师的多方会诊 荣获德国IF金奖的黄灵帮设计师 擅长于空间尺度 融入屋主专属故事 从动线、机能到陈设 完美结合环境优势与屋主喜好 细腻烘托感动人心的住宅生命力 今天透过三个案例分享 看黄灵帮设计师如何破解格局bug 牛转小宅运进成为大小屋主的傲人美宅 屋主一家四口 带了两个小朋友 但是因为小朋友的空间是不够的 他认为自己的衣物量其实并不多 所以如果房间这么大 其实也不需要这个更衣室 他觉得是相对浪费的 我们在讨论之后就建议他说 是不是可以把位置做一点兑换 那小朋友来到主卧室 那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房间 主卧室就移到原本的小孩房去 把两间比较小的小孩房集合起来 给了主卧室之后 其实还会再多出一点空间 那这多出来的空间我们就可以给开放空间来做使用 平面配置上去之后发现说 其实他还是不足以去放到两张单人床 有长桌面跟有衣柜这样的空间 所以我们后来就给屋主做了一个建议 就是床变成是上下铺的形式 但我们让他的上下铺是区隔成两个空间 在右边的下铺就给妹妹做使用 然后会有适量的衣柜 也可以留下一块比较方正的空间 让小朋友可以玩爽 哥哥的部分我们就让他在左边 然后让他去使用到上铺 靠窗的地方也会有一个长的树桌 然后跟一整排蛮完整的一个收纳柜 屋主两个小孩 他们是感情很好的一对兄妹 因为现在是睡在一起的 睡前其实是会聊天 他们只是有一点觉得 之后自己独立去睡一个房间的时候 会不会那个陪伴的感觉没有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帮他们 把这件事情做一个解决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上下铺的后段 设计了一个书柜 我们利用书柜的地方去做很多的窗孔 做一些洞洞板的层板设计 让声音可以透过这个洞洞板传递下去 我们把这个洞洞板穿了一条引线过去 然后帮他们做了一个传声筒 当前他们入宅的一个礼物 但是在书柜的地方 因为它是凹在柜体里面的 所以其实你是看不到下铺 再长大一点也许两个人吵架啦 或者互相闲说声音干扰到我 这个设计可能也是一个很简单 就可以处理掉的方式 加一片玻璃的层板 把这个洞洞给盖住 基本上声音就传不过去了 又不会让你的二次施工 造成家里面整修的本尘 然后又是一个很经济实惠解决的办法 另外 黄林邦设计师 面对宫领域的有限尺度 还用惊人配置绝招 因应屋主的生活重心 将餐厅配置于卧房之间 大不凝聚亲子情仪 更巧妙运用主卧衣柜 收整另一侧墙面的电视设备 绑布机能隐形般 成就优质洁净的居家生活 接下来的第二个案例 为16坪的居家 是台湾常见的霞长型 单面采光的房子 面对这样的格局窘境 黄林邦要有什么突破妙招呢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还是决定让房间 是在有窗户的地方 但是我们怎么样 引光进来到室内 就是我们利用其中一个房间 它是可以在现阶段 作为书房 客房 一个多功能室 我们把它的门片 做成日式的这样子门 它可以让光线 变得比较柔和之后 进到室内 客餐厅空间 就会有从这个房间 引入的光 因为这个整个案子 它是比较朝日式风格 去做设计的 所以我们在配置上 也照日本的LDK的 一个设计方式 就是客厅 后面接着产品 然后接着厨房 这样的设计方式 去做它的配置 主卧室的窗台旁边 我们做了一口段的长廊 然后让这个长廊 它可以通往多功能室 我们希望它在动线上 走的时候 就是是一个 很顺畅的回字型 主卧的长廊 再往外延伸到阳台 让它这一段的空间 会看起来是更宽敞的 然后也可以把落地窗 底下的门槛给压低在地平之下 那我们看出去的视野 它是更连贯性的 到多功能室的地方 它就会变得比较放大 放大之后我们可以作为 这个多功能室它的卧榻 然后让客人来访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铺床睡在这里 既然它是个客房 它也是以后预备的小孩房 也是现在的书房 所以基本的书桌 书柜还有衣柜 配备都是齐全的 我们就是都帮它先设定好 未来它也许结婚之后 然后可以在这边 一直到第一个小孩子 要有自己的房间 所以它的使用时间 我们希望说它其实是拉长的 我们希望这些设计 都是可以帮它 从现在先想到它 预期居住在这个空间里面 也许十年 整个使用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密歇考量屋主的生活运用性 是黄龄芳展望未来的设计弹性 也因着这份对屋主的体贴 让居家不止动人还更实用 对于黄龄芳来说 任何空间大小 从不会阻碍设计 接下来的九瓶小宅 该如何容纳生活习惯 截然不同的姐妹呢 这个九瓶的空间 是一对姐妹要居住的 那她们的生活习惯 其实是蛮不同的 妹妹她是比较喜欢安静 然后姐姐她很喜欢听音乐 可能两个人都坐在书桌上的时候 一个人要很安静 一个人就会开始哼歌 因应她们生活习惯的不同 我们希望还是可以帮她们 创造出两个不同的空间 所以我反而希望说 她是经过一些转折 再看到里面的空间 以这样子的配置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产生出 一个完整的餐厨区 妹妹她虽然比较安静 但她其实相对 是比较喜欢下厨的一个 然后让她可以在餐厨区这边 做料理啊 还是她要做一些 她带回来的工作啊 我们把中导可以再拉出来 延伸出一个桌面 那让她可以在这边 可以得到比较大的一个工作区域 她也是自己独立的一个空间 在往内走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客厅 客厅的区域 在电视墙的左侧 我们就放了姐姐的书桌 即便姐姐边听音乐 或者是说她开的电视 可能爸妈来的时候啊 爸妈在客厅看着电视 那她也比较不会被干扰到 她也可以做她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样两个人 就各自有一个区块 我们也可以解决 长行空间一进来 整个看光光的这个状态 我们会看到两个完整的空间 甚至她的餐厅的区域 餐储的区域 可以比正常你所熟知的 酒瓶空间的餐储来得更大 然后更完整 包含像睡眠的时候 他们的作息也是不同的 因为姐姐工作需求在半夜 也许会接到国外公司的电话 她就要起来做回应 妹妹的睡觉又比较容易被干扰 所以我们在配置上的时候 我们就让妹妹睡在里面 然后姐姐睡在外面 那姐姐她要起床 下去讲电话的时候 她就可以比较直接就出来 然后不会经过妹妹睡床的位置 可以降低他们互相之间的影响 处处为屋主设想周到的黄林芳 将酒瓶小宅巧妙改造成 姐妹俩共同使用 又不互相干扰的空间 运用局部弹性的设计方式 在床与床之间设计一道拉门 拉起来后是独立的两间房 拉门移动到开放时柜面 又可成为柜子门片 另外更考量姐姐未来要出国念书 两张单人床也可以并拢 成为一大张双人床 成为单人使用的大房间 一个好的设计 其实不论大小屏数都是一样的 应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思考 屋主他的生活 可以让居住的空间更回归到 他们日常的使用 跟他们希望呈现出来给人的感觉 就是他的一个风格 然后可以把屋主他们的一些 使用经验 不管说是他们之前好的 或者是不好的使用经验 我们怎么样去帮他做解决 里面的一个破解 其实已经决定了这个房子 最后他到底好不好使用 然后他大致上会长成什么样子 其实他已经决定了百分之八十 我觉得我比较在乎的是说 我们的设计图面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是传递出一个 生活的一个情境 有没有温度在那个里面 世界上最不平凡的美是家里的美 从剧作家肖伯纳口舟 得知日常居家的动人秘密 黄林芳设计师 悉心聆听屋主生活相处模式 更运用多面向设计 找回空间弹性 创造吻合屋主需求的舒适家园 无论听说大小的各式居家 都能找到最合一的生活步调 想看更多黄林芳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我搜寻设计家